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是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 及航空母舰的首舰 是一艘采用传统动力 短距滑跃起飞并垂直降落的双舰道多庸图航空母舰 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 该舰2009年7月7日开工 2014年7月下水 2017年10月30日进行了第二次海誓 2017年12月7日浦役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正式服役后可谓飞门不断 2017年12月 正式服役才十几天 就发生了重大泄露事故 造成海水倒灌 被迫反港维修 英国海军震怒 由于F35B战斗机未达到服役要求 伊丽莎白女王号服役一直处于无舰在战斗机的尴尬境地 只能用直升机过加价 开展适应性训练 即使如此 英国已经迫不及待展示其军事力量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7月21日报道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行动内容可能包括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演练 这被中国网友戏称为裸奔 但我们真不能小觑它 作为6万吨级中型航母 是全球现役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中体格最大的航母 首次使用燃气轮机和全电驱动等先进技术 首次使用双 舰岛设计 尺寸上超越了中俄两国海军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最多可搭载F35B战斗机36架 甲板和机库经过优化设计的辽宁号最多只能搭载歼15战斗机24架 除了战斗机 伊丽莎白女王号将搭载直升机 反潜飞机 无人机 体现了其全方位 多功能作战能力 更加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这次远航美利坚 开展F35B战斗机还是训练 一旦完全配备36架F35B战斗机 将标志着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完全使用第五代隐形舰载机的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搭载36架F35B的情况下 在作战首日可以出动108架次的战斗机 接近美国10万吨超级航空母舰的平均每日出击架次 这无疑是全世界战斗力最强悍的中型航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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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